大家好,欢迎来到小红的频道 今天要带大家一起探索中国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 青岛是一座既有现代化都市的面貌 又保留着丰富的文化遗产和独特的海洋风光 更是享有东方瑞士的美誉 在这里,您可以品尝到新鲜的海鲜美食 享受水上活动的乐趣 也可以一窥青岛的历史文化 青岛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城市 有许多文化和历史遗产以下是其中一些 1.青岛园林 青岛园林是一个传统中国园林 是清朝时期的皇家园林 它位于城市中心 占地面积约为24公顷 包括滨海公园 小青岛 大青岛等多个景点 这个园林结合了中国传统园林风格 和西方园林风格 是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公园 2.德国风情街 德国风情街 是青岛市的一条步行街 位于市区的中心地带 它是一个仿照德国风格建造的街道 有许多具有德国特色的建筑和商店 这个街道是纪念德国人在青岛的历史和文化 同时也是当地的一个主要旅游景点 3.城市建筑群 青岛有许多古老的建筑 其中最著名的是中山路建筑群和风景民盛区建筑群 这些建筑包括德国殖民时期的建筑和中国传统建筑 反映了当地的多元文化和历史演变 4.海岸线 青岛是一个拥有壮丽海岸线的城市 这里有许多美丽的海滩和海滨公园 这些海岸线景观是当地自然和人文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反映了当地的自然资源和文化特色 这些文化和历史遗产与当地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 反映了当地的多元文化和历史演变 青岛作为一个沿海城市 有着丰富的海洋文化和海洋资源 同时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 这些遗产通过建筑风格 艺术品和文化活动等多种形式 体现了这种文化交融和历史演变 成为了青岛独特的文化和旅游资源 例如青岛园林结合了中国传统园林风格和西方园林风格 反映了当地的文化交流和多元文化的特点 德国风情间则是纪念德国人在青岛的历史和文化 同时也体现了当地的国际化和开放性 城市建筑群则展现了当地的多元文化和历史演变 其中德国殖民时期的建筑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和文化背景 而中国传统建筑则体现了当地的文化传统和特色 台岸线反映了当地的自然资源和文化特色 也成为了当地旅游的一个主要资源 青岛的文化和历史遗产不仅是当地的宝贵资源 也是中国和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参观 当提到青岛旅游 以下几个景点一定会被提及 因为他们是青岛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之一 具有深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 也是当地的标志性景点 1.青岛老城区 青岛老城区是青岛最具有代表性的区域之一 保留了许多德国殖民地风格的建筑物 在这里游客可以穿过青岛老街和德国风情区 欣赏典型的德国风格建筑 品尝当地特色小吃和手工艺品 此外您还可以在石老人公园欣赏海景 体验青岛独特的风光和氛围 2.八大关海滩 八大关海滩是青岛最受欢迎的海滩之一 位于城市东南部 它是一个美丽的海滩 有一个长长的海皮 可以欣赏到壮观的海岸线和海洋风光 游客可以在这里享受阳光沙滩 游泳 沙滩排球等活动 还可以品尝当地美食和购买纪念品 3.站桥 站桥是青岛的一个标志性建筑 是一座修建于1891年的德国桥梁 这座桥梁长达440米 通往大海 并提供了壮观的海景 游客可以在战桥上漫步 欣赏美丽的海景 还可以拍摄令人难忘的照片 4.青岛海洋世界 青岛海洋世界是青岛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之一 位于市区的南部 这个水族馆展示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海洋生物 包括海豚 企鹅 鲨鱼 章鱼等等 游客可以观看海洋生物表演和展览 体验一个独特的海洋之旅 在青岛旅游期间 您可以参加许多有趣的活动 以下是其中一些最受游客欢迎的活动 1.品尝青岛啤酒 青岛啤酒是青岛的标志性产品之一 是中国最受欢迎的啤酒之一 游客可以参观青岛啤酒博物馆 了解啤酒的制作过程和历史 并品尝当地的啤酒 2.欣赏青岛国际啤酒节 每年夏季 青岛举办国际啤酒节 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啤酒爱好者 在这里 您可以品尝到世界各地的啤酒 还可以享受当地的音乐和文化表演 3.体验海洋运动 青岛是一个拥有壮丽海岸线 和丰富海洋资源的城市 游客可以参加许多海洋运动 如冲浪 反板 海上漂流等等 在海上体验刺激的运动 同时欣赏青岛的美丽海景 4.购物 青岛有许多传统市场和现代商场 游客可以在这里购买当地的特色产品和纪念品 如青岛啤酒 海鲜 鱼肚等等 此外 还可以在商场里购买时尚的服饰和手工艺品 5.参观博物馆 青岛有许多博物馆 展示了当地的历史文化和艺术 其中最受欢迎的是青岛博物馆 这里展示了青岛的历史和文化 包括古代文武、艺术品和民俗文化 在青岛旅游期间 您可以参加许多有趣的活动 体验不同的文化和生活方式 并且度过一个难忘的假期 青岛是一个拥有美丽海滩和丰富水上活动的城市 我们来详细介绍一下 青岛有着多个著名的海滩 其中最受欢迎的是石老人海滩 第一海水浴场和劳山湾海滩 这些海滩都是金色的沙滩 地蓝的海水和清新的空气 非常适合夏天享受阳光沙滩的感觉 在海滩上 你可以享受阳光沙滩 游泳、冲浪、拍照等各种活动 此外 还有很多海滩附近的小吃摊和餐厅 可以品尝当地美食 青岛拥有丰富的水上活动 其中最受欢迎的是浮潜、皮滑艇和帆船 在海滩附近 你可以租用相应的设备参加这些活动 浮潜可以让你近距离观察海洋生物 皮滑艇和帆船 则可以让你在海上感受风帆的快感 此外 还有其他水上活动 如水上摩托艇、滑水、漂流等等 需要注意的是 海滩和水上活动都需要注意安全 请务必遵守当地的规定和指示 穿好就升衣 注意天气和潮汐情况 如果你想去到青岛旅游 推荐你一些旅游路线及景点 1. 劳山 前往青岛最有名的景点劳山 这座山位于市区以东 约15公里处 是中国著名的道教圣地 拥有壮观的自然风景和丰富的文化内涵 建议您可以乘坐缆车登顶 从山上欣赏整个城市的美景 感受青岛的自然风光 2. 五四广场和劳山路商圈 下山后您可以前往青岛市区的五四广场和劳山路商圈 逛逛当地的商业区 体验青岛现代化城市的氛围 并品尝当地的特色美食 3. 八大关海滩 前往青岛市区的八大关海滩 这是青岛最著名的海滩之一 也是青岛市区唯一的一个人工沙滩 在这里您可以游泳 晒太阳 也可以在附近的街道上走走 欣赏这里的建筑风格 体验青岛独特的海洋文化 4. 中山公园 前往青岛市区的中山公园 这是一个历史悠久 风景优美的公园 公园内有著名的小青岛 也有青岛市区最高的观景台 可以从这里俯瞰整个城市 5. 青岛啤酒博物馆 前往青岛的另一个著名景点 青岛啤酒博物馆 这里是青岛啤酒的发源地和总部所在地 是一个结合历史和文化的博物馆 您可以在这里了解啤酒的历史和制作过程 还可以品尝正宗的青岛啤酒 6. 中山路步行街 前往市区的中山路步行街 观光当地的商业区 品尝当地的小吃和特产 并欣赏这里的历史建筑风格 除了青岛著名的旅游景点外 还有许多值得易游但比较冷门的景点 下面我们来详细介绍一下 1. 海上皇宫 海上皇宫 位于青岛市东南方的岛屿上 是一座仿古建筑 也是一个著名的道教圣地 这座建筑造型独特 拥有壮丽的气势和艺术价值 是中国现代仿古建筑的典范之一 除了欣赏建筑之外 还可以在这里体验道教文化和观看表演等 2. 海兴公园 海兴公园位于青岛市的郊区 是一个面积很大的公园 充满自然风光和各种活动 公园中有湖泊、花园、森林、动物园和露天剧场等 是一个非常适合全家出游的地方 3. 小鲁山石窟 小鲁山石窟位于青岛市城区东南面 是一座著名的佛教石窟 距今已有1500年的历史 石窟中有许多雕刻精美的佛像和壁画 展示了中国古代艺术和佛教文化的辉煌成就 4. 海水浴场公园 海水浴场公园位于青岛市城区 是一个有着浓厚历史风情的公园 里面有许多历史建筑和纪念碑 在这里可以散步、观赏海景 欣赏历史建筑、享受文化氛围 以上这些景点都是青岛比较冷门 但非常值得一游的景点 每个景点都有其独特的风景、文化和历史背景 可以让游客更好的体验当地的文化和风光 在青岛的旅程中 我们游览了著名的风景名声 体验了丰富多样的水上活动 品尝了当地独特的美食 也深入了解了青岛的文化遗产 希望我的攻略可以帮助到大家 让您在青岛的旅行中更加充实、难忘 请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见